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很奇怪的 除了外国是有一地两检 但不知为什么香港说不可以 外国奉行了这么多年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么多年相安无事 一地两检 但香港偏偏他们说不可以 深圳湾就有一地两检 人家给了香港的地方作法人员 去做安检 但又调不回头 香港又不可以调回头 给了内地的安检民员 在一个区里做安检 为什么调不回头 香港等于割了内地 如果这样做 但是深圳湾就等于割了地 给香港 又调不回头 我不太明白这个逻辑 更何况根据《基本法》 香港的地基本上就是 内地是中国的 香港的地是中国的 何来各地呢 都说不通 陈教授他说 在香港的市中心 就不应该将边界 伸延到香港市中心 各国的领事馆 很多都是市中心的 花园里有美国领事馆 执行的都是美国法律 这个边界又怎样理解呢 不要说那些叫外交 这些叫交通 都是在同一个原则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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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